人生好难 你是否也曾经历过早上在公司面对老板 下班后手机响不停 打开讯息传来的还是老板 劳动部今天公布 2019年劳动生活及就业状况调查 搜集4116份 从2018年6月到2019年5月 本国劳工的有效样本资料 调查中发现有70.3%劳工对整体工作感到满意 相较2018年上升一咪咪0.3个百分点 加班情形也有改善 相较于2018年减少1.5个百分点 只有46.3%劳工表示近一年有加班情况 高达九成都有拿到加班费或补修 但其中劳工朋友对工作最不满意的 就是人事考核升迁制度 有71.7%的人很不爽 然而除了这些调查外 刚刚前面提到下班后手机响不停的情况 还真的发生 有12.4%劳工曾在下班后 接到老板或长官 以电话网路LINE等方式交办工作 比2018年整整增加3.3个百分点 有些不良老板甚至是当下就要你立刻执行 看到这里小记者真的是一肚子火耶 劳工平均每天下班后要跟老板LINE12.8分钟 创下4年来最高耶 到底谁想在下班后还要跟老板勾勾地啊 然而当中最苦命的职业你知道是谁吗 其中行业已出版营制作传播资通讯服务业 比率占的最高为27.1% 能力专家就说了 现在手机通讯越来越普及 在未来类似的情况恐怕只会越来越多 那到底有哪些方法可以解救自己呢 我是个人 屁股说可能时间数或比例数 还是会持续可能往步的往上爬升 因为毕竟现在智慧型手机附级的情况下 会形成所谓的24小时责任制 我是建议说其实有时候上班族可能 但平常老板会上次用这个讯息 交办认为说稍稍扭转这样的一个 使命力达的一个印象的话 才有可能降低在这个放假 或下班时间收到这个讯息交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面对这个问题 劳动部表示 如果劳工面临这样的情况 并有实际执行 劳工可附送相关证据 要求老板算入工时 并给予加班费 甚至认为老板违法时 也可以提供相关证据 像各县市政府劳工局或1995专线申诉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